勇士開賽板橋體育館 就下起啤酒口味的三分語 歐布萊恩一個人就包辦了兩顆 綁住臺皮 拉出九比零攻勢 不過富邦很快有所回應 帶頭的人名叫蕭順義 埋伏在第一角送上打板三分蛋 接著換吳勇仁在外線四鼠督角開砲 首截全隊用六計三分球扭轉戰局 第二截臺皮防守端 仍舊不住富邦的三分火力 好險歐布萊恩帶頭回進十比二猛攻 半場打完 只有一分差 來到下半場換劉真搶鏡頭 連同這機胡定漢地拔蔥在內 第三節就標進三季三分球 狂轟十一分 不過富邦沒有輕易投降 一路死咬戰局 好險臺皮靠著新秀 魚換牙距離中場前一步距離 投進超大號壓哨三分蛋 讓咱們家記者李毅涵嗨到滿點 直呼神度堪稱顆粒等級 幫助臺皮帶著三分優勢進入決勝節 雙方仍舊陷入拉鋸 靠著L Baron全場三十二分帶領下 富邦在倒數二十七秒都還好 包有兩分領先 但臺皮要贏球 先從張榮軒搶下進攻籃板開始 儘管被犯規跌倒在地 但倒地前的一砲把球放進 還要到犯規完成三分打 攻下全隊最高二十一分 幫臺皮逆轉超前 而且富邦回過頭來進攻端沒得逞 還發生犯規送OB上罰球線 OB穩住陣交兩發全中 把領先拉開到三分 只留下三秒鐘給富邦執行最後一擊 不過本土超捷王劉真說不用囉 再見超捷終結比賽 最後臺皮七十八比七十五 驚險贏球 外體育新聞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